你知道你为什么经常感觉委屈焦虑难受吗 因为你长期生活在一个负面气场比较强的环境里 在这种环境当中生活你可能抱怨过 试着改变过 但是你会发现自己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力气逆风翻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负面环境的力量比你自身的力量强了很多 这些负面力量不停地在把你往下拽 你耗尽了全身的力气得到的 也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再被拽得更厉害而已 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一个场域理论 讲的呢 就是人的每一个行动都会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 所以现在你想打破这种状态 你需要的就是让自己增加一些向上的力量 这些力量给你加持 给你信心和希望 那具体怎么做呢 我给你们一个我们在咨询当中常用的方法 投入试过的人都能感受到内心力量的慢慢回归 方法很简单 你去找一个奢侈品店 什么迪奥卡比亚香莱尔 或者之前你认为很贵 但你从来不敢逛的店 就是去 只要你喜欢就去逛一下 然后试穿你喜欢的衣服 一套要试穿哦 然后试戴你喜欢的墨镜首饰 再背上你喜欢的包包 不管你喜欢什么 不要管价格 喜欢就去试就好了 你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 你也不用去买 我让你去就是让你去试 并且你还要一定照镜子 看看镜子里 那个穿着香奈儿衣服 背着迪奥包包的你 看着镜子里的你 告诉给他 这就是我应该有的样子 优雅 自信 独立 敢作敢为 多多去感受一下此刻你的感受 并且再告诉给你自己 我配得上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知道配得上和买不买是两件事情 你不要因为自己现在买不起就不敢去逛 你不要因为害怕别人笑话你就不敢试穿 你更不要因为别人说你不配就不敢去买 这些店里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想买你多存几年前 不也能买得起吗 咱现在谁买不起这些东西 所以我不是教你们虚荣 而是我希望你知道 你的自信配得上任何你喜欢的东西 当然也包括你想拥有的生活 我们女人真的不能天天生活在怨气里 老公气着孩子不听话不不找事 那更不能每天只围着灶台和洗衣机转 你必须要从镜子里看到那个自信优雅的你 这也是行为疗法当中我常常用到的方法 看到镜子里的你 瞬间气场飙升十米 这样的你又是什么好的感觉都会回来的 好了 记好了 我不是让你们去买香蓝 而是要你找到穿着香蓝的你 明白了吗 这是请不吝点赞 左转发 左转发 codec 564 dest 并且的女性 第一转发行 可以 太